闽囊来阅兵指桑骂怀暗指中国南部战区实弹演练震慑缅甸 大家好啊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2024年4月2日根据南部战区的官方微博权威发布 按照年度训练计划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陆军空军于4月2日起 位于中缅边境一侧举行联合实兵实弹演习 旨在检验部队快速机动精确毁滩 立体风控联合打击的能力 战区部队时刻做好 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准备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 边境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怎么看 什么意思 难道是S3赛季在中印缅战区再度出现吗 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维护中方人员与机构的利益和权益 用实弹演练的方式震慑缅甸 让敏昂来这个臭小子 你给我老实点 有人问敏昂来这小子到如今还不老实啊 前阶段不是刚达成中缅经济走廊和交漂港99年租界的协议吗 如今难道他想反悔 关键点是什么问题呢 缅甸这个破地方根本不需要震慑呀 为什么不打开中缅经济走廊印马印度洋呢 关键问题是你想咱可以这么想 但是做千万不要这么做 毕竟整个东南亚和中南半岛还看着中国呢 交漂港他再重要 中缅经济走廊印度洋出海口他再重要 相比当下不如团结整个中南半岛布局 中国产业标准更重要 那么中国在干什么呢 中国为什么要搞这场军事演练呢 问题在于缅甸现在的这个军政府非常的不老实 他不会一心一意的维护中国的利益 他想搞力量平衡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要干什么 胡萝卜加大半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最近我们看到了中国正在扮演地区仲裁者的角色 先是印尼新当选的总统访问中国 随后越南老挝东地问的外长也要到访中国 这里边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地缘矛盾 东地问跟印度尼西亚有矛盾 而且深仇大恨 越南和老挝有矛盾 而且也是近乎深仇大恨 而且越南跟老挝这个矛盾 似乎还是两党两国的矛盾 所以中国在干什么 扮演地区仲裁者的角色 来调停他们之间的问题 实现地区和平发展 缅甸也是一样 中国是缅甸绝对的仲裁者 首先中国在联合国与美国合作 把代表民族团结政府的官员留在了联合国 做缅甸的全权代表 又同时与闽昂来军政府密切来往 密切合作 又同时参与调停各民族地方武装的关系 目的是什么 实现地区和平稳定 实现中国利益的最大化 那么回到话题 为什么说这次南部战区的实弹演练 是为了震慑闽昂来呢 这个闽昂来又想做什么呢 问题就在这里了 2024年3月27日 缅甸首都内比都迎来了盛大的阅兵市 这一天是缅甸的军人节 闽昂来进行了一番热情洋溢的演讲 题目是向新时期霸权主义与殖民主义说不 如果从字面上讲 看这个标题 闽昂来向新时期的霸权主义与殖民主义宣战 没有任何问题 这不就是当今世界的潮流吗 反对霸权主义和去殖民化吗 但是如果你仔细阅读他的演讲 你就会发现一个缅甸 真是一个正常人都没有啊 所以我们不妨欣赏一下闽昂来大统领的激情演讲 首先闽昂来这么说 一些世界强国为了让小国听从他们的意愿 紧跟他们的步伐 唯命是从 正在以各种方式对小国内政进行干预 我们需要意识到 这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他这番话本身没有问题 从一个广义理论的角度 大野猫是赞同的 但是从缅甸的角度 你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的小国雇佣质疑就是你缅甸 那大国到底是谁呢 有人说这个大国肯定是印度了 是印度啊 印度最近在印度和缅甸的边境准备修一条边境墙来抵挡缅甸的难民 但是闽昂来在做什么 若开帮的十对岗 大家听说过没有 比交漂港晚建设了好几年 但是在去年投入了运营 这到底是怎么搞的 很明显 闽昂来跟印度没来眼去相互合作 为了震慑北方大国呀 这是闽昂来在做的 难道是印度干涉了缅甸的内政吗 很显然不是 那这个国家是俄罗斯吗 好像也不是啊 俄罗斯跟缅甸可是 没来眼去在缅甸最危难的时候 俄罗斯还送来了大量的武器 别忘了俄罗斯跟乌克兰还打着呢 你闹着玩呢 你这是干什么 这是美国吗 缅甸军政府刚刚搞军事政变的时候 就来了一颗投名状 说什么 自己不愿意做中国的傀儡 而这个投名状是由谁送达的呢 不是美国的智库 而是来自中东一个小小的国家 一个复国主义实体的智库啊 缅甸通过复国主义实体的智库 传达给美国的信息是 中国对于缅甸来说是对手 是宗主国 所以缅甸不愿意做他的傀儡 请美国赶快过来啊 这是敏昂来的初心 这是敏昂来最初的打算呢 那么这里的大国你到底指的是谁啊 很明显敏昂来在干什么 指桑骂怀 暗指中国 这里的大国就是龙国 这里的大国就是乌苏里大宗雄 所以敏昂来你给我解释清楚了 你这里的大国到底是谁 随后敏昂来表示 由于缅甸地处重要的地理位置 这些世界强国正在根据现代殖民主义的要求 向能够服从其利益的政府和组织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 假如我们不跟随他们的步伐 那么维护缅甸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政府和组织团结将遭到瓦解 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 尤其是如何快速适应当代信息科技进步 对部队战斗力提升的需求 言外之意就是缅甸要走独立自主 不做任何人傀儡的强军道路 怎么看 广义理论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狭义实践 你这就给脸不要了 大野猫的立场 大家也应该明白 首先我是一个反殖民主义者 这是我的情怀 第二 我的现实 我的实际情况 是我是一个政治现实主义者 如同约翰米尔斯海默和斯蒂芬莫特 同时我反对的是西方霸权 而缅甸今天的问题的到底是什么 正好是西方殖民者留下的历史遗留问题 跟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无论是军政府还是民族团结政府 都不存在合理的解决方案 敏昂来所谓的不做大国傀儡 你就直说吧 你不做中国的傀儡 可以不可以啊 那你想如何做到呢 缅甸如果直接排华 没收中国的中资机构 没事找事 这就会引来灭顶之灾 敏昂来也知道这一点 同时他强调了自己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地缘战略需求 他想干什么 他不想跟中国开战 如果他要跟中国开战 就他那点军事实力 中国一个合成旅 两个星期从木节打穿 直接打到仰光 这是中国的实力 所以敏昂来想做什么 他想做的东西叫平衡战略 3月27号这份演讲就是一个投名状 这篇演讲是给美国看的迎合美国的宣传 最近一段时间 美国针对中国的宣传到底是什么 不知大家清楚没有 首先美国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 而且美国在不断的证明 虽然自己是帝国主义 那中国也没好到哪去 中国同样也是帝国主义 那么按照美国的逻辑 美国是帝国主义 中国也是帝国主义 既然都是帝国主义 美国更有经验 所以这个世界应该由美国来领导 这就是美国的宣传 而敏昂来在干什么 在迎合美国的宣传 这就是敏昂来那个不愿意做中国傀儡的另一个翻版罢了 所以我们看到了敏昂来是什么 敏昂来是一条疯狗 如果不打狂犬疫苗就会乱咬人 敏昂来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正常人 不会一心一意维护中国的利益 所以中国必须通过展示自己的实力为自己争取更大的空间 我们昨天也分析了 缅甸内部现在处于一个三足鼎立的局面 这是1027行动到现在打出来的结果 三方军政府 民族团结政府和民族地方武装相互达到平衡 谁也吃不掉谁 这个时候中国的作用就重要了 为什么中国可以促进之间的平衡 促进他们的和平 实现共同发展 同时实现中国的利益最大化 这是中国仲裁者地位的提升 所以我们看到了 敏昂来阅兵指桑骂怀 暗指中国的时候南部战区进行实弹演练 威慑缅甸 威慑缅甸是什么意思呢 告诉敏昂来军政府 你不要不绞紧 现在你的国际地位没有改善 没有中国政府给你撑腰 没有中国政府支持你 你想干什么门都没有 所以不要三心二意 如果你三心二意的话 那么吃不了兜着走 可是你自己的问题 大家怎么看底下留言 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